亲爱的朋友们,来到中国雪香对我们来说并不容易。 我们来自热带国家,那里一年四季都没有下雪。 我们是通过看旅游视频才发现和认识雪香的。 来这里是我们一生的愿望清单。 中国雪香是最值得去的旅游圣地。 这片银庄素果的童话世界里,好像总是藏着城市里无法企及的纯净与神秘。 白雪纷飞,漫天素白,无法用语言形容它的美。 中国雪香的全名叫做双风林场。 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双风林场,这里山高林密,地处北上的日本海暖湿气流, 和南下的贝加尔湖冷空气交汇处。 独特的气候使得雪香每年冬季都会形成大量降雪。 这里雪期长,雪质好,年度高,降雪平,降雪量堪称中国之最。 这里每年10月开始降雪,降雪期长达7个月。 冬季累计降雪厚度可达2.6米,最高近4米。 11月的雪香,冰天雪地,平均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4.8摄氏度。 1月温度全年最低,平均温度为零下17.3摄氏度。 平均最低气温超过了零下22摄氏度。 最冷气温可达到零下38摄氏度左右。 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。 穿好保暖内衣、绒衣、棉裤以及防风防水的冲锋外套。 加厚的羽绒服,还要备好棉袜、防水的雪地靴或者登山靴。 厚围巾、棉帽子、手套也是必不可少的。 无人机将飞越中国雪香大石碑上空。 左边可以看到很多公交车。 黄色巴士是我们昨天从亚雪入口乘坐的巴士。 在雪场上玩,必备物品包括 1.墨镜、预防雪盲症。 2.暖贴或电热宝,保暖必备神器。 3.保温水瓶,游玩过程中,来上一口暖暖的热水,绝对能驱除寒意。 4.防潮带,电子设备在使用后,最好及时放入防潮带内存放。 以防机体在冷热交替中产生水蒸汽,损坏设备。 同时要注意给电子设备保暖,不然在极冷的空气下,电池跑电的速度超级快。 无人机现在经过雪香大宝滑雪场。 滑雪场内有两条初级雪道和一条中级雪道,雪道坡度都不高,很适合初学者。 雪香内有免费景点和收费景点。 免费景点一,雪香文化展览馆。 雪香文化展览馆位于雪运大街上,馆内设置雪香资源,林业文化,历史文化,雪香抗连史,龙江书画,雪香影视文化展示区。 免费景点二,观光站岛。 观光站岛依着棒锤山打造,全长3200米。 是一个融合吃、行、游、玩、购的综合性娱乐观光游览区。 免费景点三,棒锤山寨。 雪香内的棒锤山寨游览区。 景区内可登山、观景、滑雪、购物、体验民俗。 免费景点四,东北大秧歌观赏。 雪运大街上每晚都会有热闹的秧歌队表演。 这已经成为了雪香的一种迎宾风俗习惯。 免费景点五,东北民俗木克冷摄影观赏区。 位于雪香剧场南侧,现在无人机正在向南飞行。 那里有一片木屋群落,风景安逸田径。 那是木克冷摄影观赏区了。 现在我们谈论收费景点。 收费景点一,梦幻家园。 价格,198元每人。 位于雪运大街棒锤山脚下。 园内有山里人家的建筑。 原始别致,雪景无可比拟。 是央视连续三年雪香美景直播现场。 我们住在梦幻家园客栈,不需要支付入场费。 无人机现在正飞向梦幻家园。 收费景点二,冰雪幻境,十里画廊。 价格,158元每人。 在十里画廊附近,有高山动物园,冰河雪谷,木雪山村等景点。 在这里可以体验东北民俗市集。 品尝东北特色小吃,参观微虎山寨。 收费景点三,二龙山影视城。 价格,158元每人。 二龙山影视基地就是雪香影视城。 具有东北生活场景。 闯关东,智取微虎山等东北题材的影视剧都曾在此地取景。 收费景点四,民俗大戏台。 价格,120元每人。 在民俗大戏台,你可以换上有趣的东北大戏服。 看大戏,学大戏,做客萨满民居,体验生活。 收费景点五,大雪股。 价格,178元每人。 这个景区内,有雪谷民俗村。 森林动物园,明星大抗。 大雪谷原始森林徒步穿越及静山文化体验。 是东北传统文化学习的绝佳地点。 现在无人机飞过雪蘑菇。 雪蘑菇一直是雪香的特色招牌之一。 如果到了雪香,不去观赏一下雪蘑菇,就相当于白来一次雪香。 最后收费景点六,雪狼谷山寨文化体验之旅。 价格,198元每人。 这里是图腾部落狼寨体验基地。 基地内提供各种雪地娱乐项目。 更值得一提的是猎户人家体验。 我们可以在雪地里尽情释放豪气与野性。 朋友们,如果你能早起的话,去杨草山看日出。 杨草山是雪香内人气质极高的一座山峰。 骆驼峰海白1235米。 它位于雪香的西北角。 是雪香地区第一缕阳光升起的地方。 也是雪香清晨最美丽的地方。 在日出日落之时, 阳光会把山林间的矮矮白雪, 染成金黄色或暖橘色、白雪、红日、雪松、祥云, 会构成一幅无比圣洁美丽的图画。 所以,这里是观看日出日落的绝佳地点。 如果你强壮健康,玩一次雪地穿越。 这里就要提到两个地点,雪谷和雪香。 雪谷是一个纯朴气息特别浓厚的小山村。 这里的冬季透着一股纯朴的气息。 家家户户门上都挂着玉米、辣椒、美地纯粹真实。 多数游客都对穿越路线的选择。 都是现在雪谷游玩一天。 在徒步穿越杨草山,到达雪香。 这是一条特别刺激,兼美不胜收的线路。 智取微虎山,就是在这里取景。 东升雪谷穿越雪香全程15公里山路。 先是五公里的平路。 这段路需要行走一个半小时。 因为这段路呈风景一般。 可以先坐马爬里。 节省体力和时间。 也能感受到不一样的乐趣。 前面的酒店是温泉酒店。 我们的无人机现在从南转向北。 我们可以看到西侧的杨草山。 雪地穿越,走累了,那就吃一顿东北菜。 在雪香人家的火炕上,盘腿而坐,支起小炕桌。 尝尝地道的小鸡炖蘑菇,淋蛙焖土豆,杀猪菜,猪肉炖粉条,年豆包。 第三鲜,以及各种味道鲜美独特,对山野菜和军类食品。 喝上几口醇厚的高粱烧酒。 敞开心扉,谈天说地。 在茶余饭后,磕着松子和瓜子。 吃上几口冻梨,冻柿子,绝对是人生一大享受。 朋友们,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,看一次傻袍子。 还记得在《爸爸去哪里?那个呆萌可爱的傻袍子》吗? 你也可以与它亲密接触。 傻袍子是中国东北邻区最常见的野生动物之一。 又称矮鹿、野羊、熟偶提木鹿科、草食动物。 袍身草黄色,尾根下有白毛。 雄性有角,雌性无角。 之所以叫它傻袍子,是因为袍子的好奇心很重。 当猎人追它时,它会奋力奔跑。 如果猎人停下来,喊它名字袍子。 它就回头看,哎哟,谁喊我呀? 然后,被会被埋伏好的其他猎人捕获。 如果一枪没打中袍子,也不用去追逃跑的袍子。 因为过一段时间它就会跑回原地。 看看刚刚发生了什么事。 现在说说雪乡的住宿。 雪乡的住宿多以民宿为主。 住的一般都是火炕。 在旅游旺季时, 这里的住宿床位会非常紧张。 价格也会随之上涨。 平时的住宿价格一般是八十元床。 元旦时会达到150人。 春节时住宿价格最高。 会达到380元每人,850左右间。 通常住宿都会包含早餐费用。 由于这里的接待条件有限。 住宿环境不会像酒店一样高档。 但是极具东北风情。 虽然简单, 吃住条件都还不错。 我们的无人机在雪运大街上空朝北飞行。 你可以看到街上有很多游客。 你还可以看到昨晚我们看泼热水的地点。 好的,感谢您的观看。 别忘了点赞和订阅。